給錢叫人家不要選這種 色音阿燈的事情 其實是以前藍綠之間 就是舊思維 關於媒體報導 播辦這邊在出現期間 有說點看過 昨天韓辦也發出 那個曾經的主字稿 那李嘉芬在第一時間 是有否認這件事情 給錢叫人家不要選這種 色音阿燈的事情 其實是以前藍綠之間 就是舊思維 還有這個黑金地方派系 一種權力交換的遊戲 那如果說有出現這樣的傳聞 可能要請這個雜誌 或者是韓夫人 直接去請問國民黨 那郭董他從政界 從商界到政界 其實也是想要改變 這種窩囑的政治環境 那他自己是一個 大家知道他是政治素人 他不懂也不會 更不屑去操作這種情況 谢谢大家